刚刚刷到一个神帖 看得我头皮发麻 他说社会最大的阳谋是房贷 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大家能买上房 而是为了抬高房价 让你透支未来 让无数人心甘情愿的掏钱 假如没有房贷 你住的房子就只能卖到首付的钱 多了就没有人能买的钱 现在好多人凑首付 就是杂锅卖铁 东拼西错 如果没有房贷的话 就没有人买得起 那就是有价无市 如果没有房贷就没有杠杆 房子只能卖60万 有了房贷之后 房子可以卖到180万 不付60万 现银行利息120万 让银行挣了 土地让ZF赚了 然后利用30年的时间为资本打工 据说房贷的发明者真的是高人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之下 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掉入资本的圈套 甚至是能及时利用资本赚取财富 答案就在这本《活家与生活机遇》中 作者是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 非常感谢 这本书之前绝版了好长时间 二手市场的价格也是相当异谱 曾经就有一本书被禁掉了 如今这本书刚刚复活 主要讲述的是从1950年前一年开始 各个阶层的命运是怎么被政策所影响的 比如教育就业 晋升的收入和福利等等 它能让你清楚我们当下的社会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为什么个人跨阶层那么难 国家又分别创造过哪些机遇 读完之后不得不感叹 这才是真正能改变命令的东西 喜欢的抓紧路过了这段时间可能就买不到了 我他妈现在谁都不服啊 我就服这个00后 这00后被称作世界上最难割最难割的一个酒菜 前两天啊 我跟我单位新来的一个00后的一个小孩聊天啊 当时聊了这个房子的话题的时候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打算去买房呢 他说我为什么要买房呢 我说那你不买房你怎么娶媳妇呢 他说我为什么要娶媳妇呢 我说你不娶媳妇呢 你将来怎么要小孩呢 他说我为什么要小孩呢 那你没有小孩你将来年龄大了 你咋办呢 他说买房子娶媳妇上孩 这样就能长寿吗 一样给我干无语了啊 我说那你想想你将来老了可能会很孤单啊 他说我自己都当了几十年的儿子了 这养儿能不能防老我还不清楚吗 我就逗他啊 那像你这样子人类是不是要绝走呢 他说像我这样的穷逼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么臭数的 其实我这是在为我的孩子负责 所以我的孩子出生了 如果只是为了继承我的贫穷和苦难 为了还房贷一样的传播信 反而是对他们的不负责 那我说那你通过你这个勤奋 那你通过劳动付出 那你不就是可以改变这个人生吗 他却说什么呢 说因为我能吃苦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辈子有吃不完的苦 我说那你这样子活着 对社会还有什么贡献呢 他说我已经穷是个别样的 我不搞事情 就他们已经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听到这儿啊 我突然间毛骨悚扬了啊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 太理智太可怕了 我都不敢回家问我的儿子同样的问题了 因为啥呢 我儿子就是个零零后 我儿子就是个零零后 和烫问実行 请不南不要打登 可怕了